接著下來我們要搶救的是 來 我呢 我覺得我現在 人色也沒有什麼遺憾 就兩個小小的小遺憾 就是最近 眼睛長了皮舌 以及就是我 因為 加薪說 蛤 對 以及我髮型上面 因為我之後就是要結婚 所以我現在最近在想說 因為新娘子就是 我不想要像以前一樣那麼 讓人家覺得 所以妳以前結過婚 不是 因為我覺得形象 就會讓人家覺得比較容易風騷 比較厭 但我覺得新娘子好像 現在也是 對 所以我想要轉型 想要看結婚的時候 就是讓人家覺得 稍微比較優雅一點 可是妳看 譬如說 我以前的標準髮型就是這樣一個 19分 稍貨頭 稍貨頭 可是有時候如果我太中分的話 就會好像顯得 對 好像顯得沒有型 上面比較扁 對 所以就是想說 有的時候就是一個小小的動作 就會覺得 我的臉型什麼都差好多 所以想要問一下逸琳老師 就是皮蛇要怎麼辦 吃藥雜 皮蛇去看醫生 對 那我的髮型就是 她說 新娘也可以很騷 我覺得那種騷有分 我覺得剛好就好了 我覺得妳如果在結婚禮 妳有點騷 其實給新郎滿大的面子 對 騷有不同等級的騷 對 對 比如說 先把她的 捲度先梳開 好 這是我幫她梳開的 捲度 梳開以後妳頭髮的蓬鬆感 出來以後 然後再來 不敢中分對不對 我就幫妳中分 然後 先把她的線分出來 因為其實威姐的臉型 其實上面不要太膨 其實它主要是 它這兩片瀏海的膨度 可是它這裡不要太膨 因為它這裡太膨的話 就會變太尖了 可是它最主要是 這兩片瀏海的膨度 一定要有 因為它兩片瀏海 不可以是這樣 不可以是這樣扁扁的 可是因為它 比較容易出油 所以會很容易這兩片 就是啪啪的 扁扁的 所以這時候 我們就要幫她把這個 前面這兩片 把它弄膨 通常我們在弄膨 前面這個膨度的時候 很多人切記我要跟大家講 很多人我們會把線分好 才去吹膨度 對 不對 不可以分線 那妳剛剛不是先分好 我是先分 我要幫它分中分給大家看 可是現在我們要吹出 它那個膨度 所以妳不能分好線才去吹 因為這樣子 它中間這一條線就會太死了 OK 對 把它的線先弄不見 對 好 這個地方我們就幫它 梳上水以後 就先用吹乾 吹乾一定要全部往前 一定要先全部往前 卡了一個問題 吹的時候要有一點點拉的感覺 對 好 因為妳這樣就會看到 它剛剛一條很明顯的分線 現在我們噴了水把它往前吹 它就比較沒有了 然後我們再用板夾 板夾有分大的跟小的 對 這是小的 這是大的 大板 對 好 這個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做前面瀏海的膨度 你把它拿起來之後 你板夾放上去 你都不要動 你就是順順的夾下來 好 有一點點往上提 你看 這樣 好 然後你看側面 這個 這個蓬度就會起來 有 它的蓬度就會起來 而且用板夾做出來的 瀏海蓬度是最自然的 所以是往上提拉夾這樣子 對 因為這樣等一下往旁邊撥 就會有一個自然的弧度 如果你是垂直的這樣夾的話 往旁邊撥它就是直的 啪啪的 對 那我回家老師 好 我們夾完之後 它就整個是這樣膨的 你看我們現在夾完 對這一次 對不到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往後撥 你看它就起來了 這個好好看 很簡單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 自己自然的線條 這封城位就高級多了 不是 不是這樣 是不是 就是這樣 因為你這樣子 你就會有一個自然的弧度 如果你想要再加強再加強的話 如果你技術高超 你就用原本大的板夾 如果你不敢嘗試 你就用小的板夾 因為通常如果你分一邊 分太久的話 你把它分成中分的時候 有一邊一定會比較扁一點點 或者是每一個人 它兩邊的髮量 一定會有一邊是比較少一點 然後你根部就幫它再加強一下 一定要這麼力 就是要這麼一個彎 因為裡面是一個彎 然後外面就不會 因為它蓋下來的時候 就是會比較合情合理 紅度 你看它這樣 一個弧度很容易擦 對 它這樣就會比較合情合理 因為它比較彎的是在裡面 可是上面我沒有彎上去 所以它掉下來的時候 它就不會去貼在它的額頭 對 這也是一個小撇步 就是膠大夾 那吹乾以後 是 直接板夾對不對 對 大小板夾弄 對 都不用上任何造型 可以不用 你可以最後再上 OK 對 看 看很仔細 差好多 中分 你是model了現在 model 這樣 髮身出手 好厲害 很厲害 先用水跟吹風機破壞分線 再用板夾夾蓬瀏海 只是一個小小的步驟 威姐的氣質馬上判若兩人 質感滿分 好 好 但是 我可以就拉到 我可以說 好